歡迎加入金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川普在重新拿到白宮入場券之後 對於他自己來說是重返執政 而且還是完全執政 但是對於美國國內乃至全球 屬於他獨有的川普變數 現在已經開始讓全球各國繃緊神經 在美國多數民眾不滿物價高漲之時 卻必須要在意俄物戰爭 中東戰爭 台海局勢 乃至於邊境移民的背景下 這一回川普的支持者他們透過選票來表達 過去對於國家方針的疲乏 而川普的美國至上 一來可以改變國家過去四年的經營方針 二來有沒有可能就是讓民粹來主導國家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您討論的話題 首先我們要先來看一張圖卡數據 上面標題寫到撥亂反正 為什麼這麼說 川普的支持者過去對於國家方針 到底是不是疲乏了 這一份數據就顯現出來了 美國有六成的選民 他們其實很擔憂美國的前景 而有百分之二十八的民眾認為國家正走在正確的方向 但是呢不這麼認為的比例其實高達了百分之六十一 這份調查的統計時間是今年十月二十號到二十三號這段期間 也就是選舉之前 但是如果你還記得 美國有許多的媒體甚至是封關民調 都預估賀錦麗將會以百分之四的得票率勝過川普 結果沒想到最後結果賀錦麗不僅選舉人票輸了普選票輸了各州支持度輸了 參眾兩院也都輸了 因此美國主流的民意似乎從這一次的大選看得出來已經不是我喜歡哪個候選人 而是人民到底過得怎麼樣所以我必須去選哪一個候選人 就因此在這一點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了金周刊的副總編輯鄭明生 我們來聊聊 首先我們要先跟你請教美國媒體這次有討論說主流媒體對於政治現狀的敘事模式其實已經崩潰 舉例來說民調看起來和樂觀的民主黨但是選戰結果並非如此 似乎這也凸顯了相對大聲的主流民意並不是主流民意 所以什麼樣的背景造就了這個情形呢 第一個我們知道其實過去八年來三次總統大選的民調其實都是看衰川普的 但川普其實都是被低估了事實上他證明贏了兩次 那我覺得第一個問題是主流媒體他未必能夠代表所有美國民眾的聲音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的主流媒體其實蠻多是比較偏自由派進步派左派的 那很多其實川普的支持者他們跟我說他是根本不看紐約時報或CNN這種 所謂我們台灣認為的主流媒體的 所以這造成了民調失準 第二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去了一趟美國你會發現他的 通膨物價其實非常非常高的 通膨雖然現在趨緩了 但其實物價並沒有掉下來 他只是往上漲的比較慢一點 那所以對於現狀不滿 覺得我的生活不好過 所以民眾想要改變 他覺得像我們剛剛看的數據百分之六十幾的人認為國家沒有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那賀錦麗沒有辦法跟拜登政府做有效的切割 我們民眾當然很希望能夠把希望寄託在一個想要顛覆這一切的候選人川普身上 是因為看到這次是秋風掃落葉的姿態贏了前所未有的大勝 是不過討論民意支持其實已經是過往 未來我們要開始了解川普重返白宮之後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首先在內政的部分方面川普即將要實施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驅逐行動 在經濟的部分將會是非國內的食品要增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關稅 另外同時也會對中國加增百分之六十的關稅 在外交的部分惡物戰爭之外他也承諾要再次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甚至要退出世界衛生組織 一連串的行動看起來都是希望錢能夠用在對的地方 為什麼這麼說我們來看這幾份圖卡數據 首先美國標普五牌指數從2017年到今年現在是已經摸到了六千點 但是每個人的核心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到九月是2.65% 跟疫情前面相比的確是高出了不少 而就在這段期間非法移民數也可以說是來到了新高 因此這也體現出了一個狀況就是市場行情看起來不錯 但是人民過的還是苦日子 人民過的辛苦除了貧富可能產生對立之外 現在民主共和兩黨的對立情形也越來越明顯 根據統計民主黨的支持者目前反感共和黨的比例高達了55% 假設如果我們跟30年前相比是增加了38% 而在共和黨的部分也一樣 反感的比例超過了50% 跟30年前相比多了32% 這也因此美國民間的對立氛圍可謂是越來越濃 這也因此第二個問題我們要請教 美國兩大黨現在目前互相對立的情形 可以說是近30年之最 但是分水嶺在哪裡呢 其實分水嶺大概可以從八年前川普第一次參選總統開始 但其實我們都會認為川普好像是造成這個民粹仇恨的原因 但其實我並不這麼認為 他只是感受到了有一群美國民眾 他們因為全球化造成他們的工作機會不保 他們覺得他們是全球化中被犧牲的一群人 所以他們對於整個世界的格局 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狀況非常的不滿 所以他們很憤怒 川普很敏感的知道這些人的想法 所以挑起了這個憤怒 所以2016年他順利的當選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民主黨在2020年跟今年2024年 他們都是用反川普 川普當選以後美國會多麼的可怕 他會把我們一切的權力都給剝奪 所以他也是用仇恨的訴求來希望阻止川普連任或再次當選 所以川普當然是繼續激化說 現在民主黨做得非常爛 他把我們的國家毀掉了 沒有人看得起美國 所以雙方都用這種仇恨的訴求來試圖勝選 導致兩黨之間對立的比率是比30年前高更多的 好謝謝副總編輯證明先生給我們的回答 因此這次的川普變數在未來的四年到底會對全球造成多大的變數 我們就邀請您跟我們繼續看下去 以上是本週荊州最前線三立強先看 我們再會